当地时间5月9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领导人喊话,敦促后者坐下来,与他好好探讨伊朗如何放弃和计划。 此外,特朗普还表示,由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,军事对抗的结果不能被排除,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。 据环球时报云引路透社报道,在白宫的新闻释出会上,当被问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,是否有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时,特朗普说道,我不想说不,但希望这不会发生。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,已经上唐了,我们不想做任何事情。 图为伊朗总统鲁哈尼,报道称,特朗普在新闻释出会上敦促伊朗领导人坐下来,并给自己打电话。 特朗普还指出,双方是可以达成协议的,一个公平的协议。 美国只是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。 对此,伊朗驻联合国大使马克则指出,不愿意谈判的其实是美国。 马克表示,伊朗一直在核协议框架内,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六大国进行谈判。 图为美国在中东的航母中队。 据了解,马克还驳斥了美国指控的所谓伊朗威胁,称其为虚假情报。 因为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,也做了同样的事情。 第一类